大家好,我是南曼招派 每天分享使用的生活小麻糟 现在天气慢慢炎热,下面蚊子也变多了 很多朋友都会点蚊香 那么上完的蚊香灰请不要扔掉了 我们把它留下来在生活中 好很多用途来一起跟水平安选一下吧 蚊香灰有什么样用? 首先第一摩菜刀 下面菜刀如果生锈或者是变黑了 我们可以用到蚊香灰 我们可以用白结布沾点水 然后沾取蚊香灰,进去擦拭 可以看到我们只要轻轻一擦 就可以将上面的锈剂给它擦拭下来了 大家看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将菜刀清洁得非常干净 就是因为蚊香会非常的细腻 在和菜刀摩擦的接触的过程中 相当于一次精细打磨工艺 不仅能够去除菜刀上面的一些黑垢 而且还可以使菜刀变得更加光亮 妙二养花 我们还可以将蚊香灰撒进植物的泥土里面 蚊香灰中含有甲元素可以当作花肥来使用 在花盆里面撒一点蚊香灰 可以让我们的植物长得更加的茂盛 妙三清洁灶台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灶台上面呢有非常多的油物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将架子给它拿上来 我们就可以将蚊香灰撒在上面 我们将它撒均匀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出百结布 将它擦拭一下 蚊香灰是非常细腻的 只要轻轻一擦就可以将上面的油物给它擦拭掉了 大家看跟刚才对比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明显呢 蚊香灰的这几个妙用大家要学会吗 是不是非常细腻呢 学会的话可以转发飞翔出去 这样放多人